第四百六十九集 要去找叶士天 季思卿点点头道 对 此人对我计价来说很重要 但是叶士天不是已经离开杀戮之地了吗 我们过去会不会来不及啊 几何疑惑道 季思卿摇摇头 那叶士天既然掌控了凶手大军 必然在玉仓山一带有落脚点 不管如何 我都要去看看 几何点了点头 那司卿姐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就现在 而此刻山洞之中 叶辰和段怀安两人 纷纷扶下丹药 开始运功疗伤 这一战 两人五脏六腑都受了很重的伤 师父段怀安因为没有丹田 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 满于常人数倍 好在叶辰不断炼制丹药 让他扶下 整整一天时间 叶辰才睁开眼眸 他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修为也突破不少 距离入圣境还有一步之遥 就差一道机缘而已 一旦跨越到这个境界 再面对一些初期的反虚境 叶辰不借助底牌或许就能斩杀 但是面对一些反虚境巅峰的强者 他依旧很吃力 他看向脸色有些苍白的师父 感受着天地灵气不断在师父的丹田汇聚 转眼消散 他有些心疼 师父的经历太过悲催 畜生一般的道宗宗主绝不能留 他想帮助师父 但是师父丹田的碎裂不是一般的碎裂 不然师父也不可能一只不修复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昆仑须所有人都解决不了师父丹田的问题 但是有一人一定可以 那便是林清玄 不再犹豫 叶辰手握黑色小石头 瞬间进入轮回墓地 此刻的林清玄正在下棋 诡异的是 他竟然在用左手和右手互相下棋 徒儿 坐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叶辰只能乖乖坐下 他好几次想说话 却都是被林清玄打断 仿佛林清玄有意无意在教他什么 一盘棋终于结束 林清玄站起身 饶有趣味地看向叶辰问道 徒儿 刚才你可发现什么 叶辰摇摇头 徒儿不知 林清玄笑了笑 你不知也算正常 毕竟你没有经历那个上古时代 更没有见证一道崛起和强势的年代 那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你可知为什么当年我一人 可以镇压无数五道宗门 叶辰深思了片刻便回答道 师父一道通神 一根银针便可回去一方山河 五道宗门自然不敌 林清玄摇摇头 徒儿 其实你对一道了解的还是太少 我今日便告诉你 一道之所欲凌驾于五道之上 是因为一道通树法 化神通 腹血脉 枕山河 你在清玄风领悟的一道神通 只不过算是神通的一点皮毛而已 如果掌控真正的神通 那道宗又算得了什么呢 叶辰一正刚想说什么 林清玄便道 我存在的时间不多了 不知道能教你多少 所以今后可能不会再为你出手 一切还是要靠你自己呀 但是我会把最重要的东西都交给你 只因为你曾说过 要用一道将一神门 化为千古第一宗门的决心 一神门本就是我林清玄所创 你我也算缘分 在这件事上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帮你 还有 我知道你来此地的目的 短怀案的丹田之所以无法修复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人用上古邪术 强行破开了丹田 破开的同时封印了丹魂 邪术封印若不解除 时间一切手段都无法修复 叶辰听到这句话语 呼吸有些急促 他就知道林清玄有办法 师父您可以破解吗 林清玄一秀一挥 上古邪术在我林清玄的一道面前 乃旁门左道 我若想破 只不过分分钟的事 只不过我现在不能多浪费一丝状态 所以想要破开那上古邪术 唯有借住你的手 借住我的手 叶辰有些疑惑 这种上古邪术 以自己的能力想要破开 根本不可能啊 师父我的境界和修为 照理来说应该不可能吧 林清玄点点头 你还算有些自知之明 你眼下的修为 自然不可能破解那上古邪术 如果我没猜错 将断怀案积伤和封印的人 绝不一般 实力和你的差距犹如天欠 他当初没有赶尽杀绝 就是自信这上古邪术 普天之下无人破解 也确实 如果没有我 昆仑须之内还真没几个人可以破开 徒儿 不管如何 你还是要小心这位 伤断怀案的施术者 这种人绝对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啊 好在一道始终横跨于五道之上 一切术法无所遁形 叶晨见林清玄久久没有说出方法便道 师父 需要我怎么做呢 林清玄也不继续废话 直接道 你需要准备一百二十七种药材 以尊能够承受极高温度的丹顶 此丹顶要远远的大于一般丹顶 足以放下断怀案横躺的身躯 听到这些话语也沉震住了 他怎么感觉林清玄要把师父断怀案炼制成丹药呢 这句话如果从那洪涛的嘴里说出来 他可能还会相信几分 毕竟洪涛最擅长的事情便是将人作为丹也 况且这种巨大的丹顶他现在可没有啊 一百二十七种药材也远远超过他轮回墓地储藏的存在 除非药店 不然想要得到这么多种药材根本不可能啊 林清玄看出了叶辰的为难 又道 药材的事情你自己解决 丹顶我可以为你指点迷津 刚才在那洪涛的建筑之中 我的灵石感受到这种丹顶就藏于洪涛的一座丹房 等你这些东西都凑齐了再来找我 说完林清玄手臂轻轻一挥 一张满是药材的丹方就落于叶辰的手心 随后林清玄便消失在了轮回墓地 叶辰看着手中的丹方长叹一口气 附近的药材店也就只有杀戮之地了 他必须去 不光如此 他还要强闯那红色建筑 洪涛一死 想必整个杀戮之地都是一片大乱吧 自己这时候去 无疑是撞在枪口上 好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夜市天的身上 他用真实的面容进去 没有什么大碍 何况那对姐妹花还在酒店等着 温立峰让自己守着 他也不可能就这样离开 但是自己如果离开山洞 段怀安的安全谁来保护 叶辰回到现实之中 段怀安已经睁开了眼 好奇地看着叶辰 叶辰站了起来对师父道 师父 我有些尾巴没有处理 可能要去一趟杀戮之地 这一天你切记不能离开这个山洞 段怀安听到叶辰居然要回去 瞳孔放大 直接拒绝道 不行 现在杀戮之地的危险程度 远远超过了一切 你现在去很有可能被发现 他真的搞不懂 叶辰怎么会想到现在这种时候去杀戮之地 虽然他的实力很强 但是若一群接着一群的人都来对付他 那根本毫无胜算呢 师父请放心 杀主在寻找的是叶辰天 和我叶辰有什么关系 还有 估计大部分人都以为我离开了杀戮之地 最危险的地方 无疑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会有任何危险 段怀安听到这句话 思索片刻后 有些被说动 既然你有要事 但是为时只有一个要求 明天傍晚之前 一定要来这里 否则我亲自去杀戮之地找你 好 叶辰不再犹豫 转身离开 当来到洞口的时候 冷声道 小黑 黑虎之王瞬间来到了叶辰的面前 守住这个洞口 不能让师父有任何闪失 否则我拿你试问 黑虎之王听到这个命令 点点头 杀戮之气散发 眼眸更是死死地盯着周围的一切 叙事待发 有了黑虎之王的保证 叶辰心中的石头也算放下了 毕竟这里是这家伙的地盘 就算杀主的人找到这里 也没那么容易攻下 段怀安望着叶辰消失的身形 思绪万千 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吧 半个小时后 叶辰来到了杀戮之地的城门口 火光闪烁 光城门口竟然就守着十几位强者 更有两位反虚境高手 在上面扫视着一切 好在叶辰的出现并没有让他们察觉 在他们眼里 叶辰的境界太低 放眼整个杀戮之地都不屑一顾 弹开手 搜身 一个身穿铠甲的男人冷声道 叶辰固然有能力斩杀这些守门之人 但是他显然不会这么做 因为一旦惊动杀主 事情就麻烦 叶辰饶有趣味地看着面前的几人 掏出一些高级零食递了出去 我几年前和父亲来过此地 那时候好像没这么严呢 怎么现在杀戮之地变成这样了 几人搜了一下叶辰的身子 并比对了墙上叶十天的画像 收下了叶辰的零食 不耐烦道 小子 你这次来杀戮之地 可是来错时间了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会很严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外出 叶辰假装顺从地点点头 直接混入了人群之中